各位好 我是林群科技Texo的钱怀青 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和延华合作 那来谈一谈我们公司在过去几年之间 我们如何协助我们半导体 以及汽车电子设备的客户 那透过故障检测的技术 来提升整场营运的效率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的简报内容 那进入正式的内容之前呢 我想先来谈一谈Texo是谁 那我们公司成立于2010年 那从成立的第一课开始 我们就一直聚焦在 机械设备运转的振动讯号的研究 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那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与延华就开始了第一代的合作 那推出了健康状态监诊系统Dynamo 那Dynamo是一个PC-based的监诊系统 但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我们就已经尝试把我们第一代的 震动的讯号的演算法 就植入在这样的系统里面 然后就开始大量的应用在 很多工厂里面的设备当中 但这样的设备 基本上它是一个PC-based的系统 所以会有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问题 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布建在所有的设备上面 因此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就推出了智能化的设备健康状态边缘运算的系统 那因为是边缘运算 所以我们就舍弃了大型的PC 这样子的架构 然后各位就可以看到像这样一个轻薄短小的 一个Smart Sensor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呢 在2021年今年 也就是今年我们与延华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采用iFactory的软体 然后呢 把我们Aurora这样子的边缘运算的Sensor的资料 可以跟iFactory进行一个整合 那整合完的结果 我们就是一个智能化的设备健康状态的解决方案 那有了这样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客户就可以省去很多系统整合的麻烦 他可以直接采用这样的系统 套用在他们的设备上 那这样的系统里面也有预见很多的模型 可以直接适用各式各样的设备 那就可以降低很多使用上面的困难度 那所以我想总结来说 Texo的价值就是在智慧工厂的领域当中呢 我们提供非常完整的边缘运算的感测器 给我们的客户 让在他们导入智慧工厂的应用当中的挑战 可以尽可能的降低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OK 所以见到今天的主题就是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协助客户去建构高效能的智慧工厂 那要怎么做呢 我想高效能智慧工厂不外乎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驾动率要高 第二个量率要高 然后第三个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可以做到无人化 关灯工厂 那这三个要素我们又可以透过一些手段来达成 比如说我们可以尽量的降低突发的当机频率 然后呢我们也许也可以预测寿命 设备的寿命 然后去做精准的维护排存以及生产排存 然后再来如果我们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这个设备的损坏时机 也许我们还可以降低设备的维护频率 那当然我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设备的健康状态 我们当然也可以适时的去提高机台的妥善率 那这样也可以相对也可以提高良率 那最后如果我们有一个即时监测的系统 然后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用的资讯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减少点减的人力 那进一步就可以达到无人化关灯工厂 这样的目标 那最后高效能的智慧工厂就有可能可以实现 好 那这是一些真实的案子 好像在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面板厂里面 他们要如何提升它的驾动率呢 因为在一个面板高度自动化的工厂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机械手臂 像是搬运型的机械手臂 像是一载型的机械手臂 那像各位在右上角看到的这个搬运型的一载型的机械手臂呢 通常一个机械工厂里面 一个面板工厂里面会有超过5000座这样的手臂 所以它的部署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只要有一只手臂突然当机 那当那个产能损失也会非常的巨大 那像这样的工厂 他们为了要克服突然当机这样的问题 要减少紧急当机的损失 那他们就会考虑部署Smart Sensor 这样子的东西 来协助他们提高驾动率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的客户他透过这样的手段 他每年可以节省掉50万美金这样子的成本 然后目前已经部署超过500台这样的设备 那在半导体厂里面当然也有类似的应用 像这样的各位看到的这个Dry Pump 也是只要Dry Pump当机 那设备里面的Wafer就会 就会损失 就会造成无可弥补的损伤 那通常一次的故障 有可能会造成5万美金到10万美金的材料损失 所以这个损失也是非常的巨大 那半导体工厂就会考虑 在这样的设备里面 加装智能感测器 那装上去之后 依照目前的这个当机频率呢 我们可以排除掉这样的状况 那每年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省掉 70万美金这样的数字 好 那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成功的案例 可是要做到这些事情 其实背后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有非常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设备的数量 太多了 那建置成本会非常高 通常的客户会没有办法接受 因此我们会需要提供一个 在成本上 足以让客户支应的一个方案 然后再来振动讯号和一般的温度讯号 电压讯号不同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量的讯号 通常一秒钟有可能会有2万笔 这么大的数据量 因此它会带来传输频宽的成本 它会带来储存上的成本 但是这都还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客户 他需要投资高阶的研究人员 去分析这些讯号 去判断这么大量讯号里面 那些些许的资讯 让他们知道说设备出了什么问题 那再来工厂里面的设备种类非常多 那每一种都需要研究 那这个花的时间也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些都是挑战 再来研究的成果要如何转化成 SKEDA里面真正的设备维护者 它可以看得懂的资讯 它要如何知道说 现在的设备出了什么问题 它还有多久可以维护 那它要怎么应对 那这些都是目前的SKEDA 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好 那为了克服这些挑战 因此呢 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架构 那这个架构里面包含了四个层 最主要的就是下面的智能感测层 以及无线传输层 还有边缘网关层 那在智能感测层这边 我们把边缘运算的技术 导入到这个层里面 那在这个层的智慧感测器 它不单单只是量测讯号 它也会去做特征萃取 以及降维的工作 把两万笔每秒这样子的资料量 不需要的资料清理掉 然后呢把它降到也许 每秒十笔十五笔这么有用的资讯 然后再透过无线传输的方式 传到边缘网关层 那边缘网关层里面呢 会有多种的模型 那这些模型会依据传上来的特征数据 去判断说 今天是什么样的设备 它有这样的数据 那它会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损伤模式 它的严重度有多少 那把这些资讯投射在Dashboard上面 那我们的客户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后面要怎么做 那当然这些资讯可以再往上一层到边缘伺服器层 那在这里客户可以把OEE的观念 把一二学者观念都导入到这个架构当中 那就可以去研究这方面 营运效能与设备健康状态之间的模型 应该怎么去建立 怎么去调整 怎么做最佳化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架构 里面的component的列表 所以我们有不同规格 不同型号的智能感色器 那我们也有已经完整建立了一个 分析模型跟Dashboard的边缘网关 所以对客户对系统整合上来说 这些都是非常方便 可以直接套用的一套系统 那我想最终的目标 我们是希望能够协助我们的客户去做 智慧工厂 然后可以做到一个营运效率最佳化的工厂 做到一个制存良率最佳化的工厂 那当然导入一个监测设备只是第一步 最终我们就是要提升整个工厂的效率 那怎么开始呢 这些各位看到的不管是厂务部门的设备 或者是自动化部门设备部门公务部门的这些搬运设备 这些都目前都已经是Aurora以及iFactory 这样的整合系统已经有成功案例的一些机械设备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试着考虑从这些设备开始 然后评估哪些是关键重要的设备 导入这样的智能感测器 然后透过截取关键的特征数据 模型数据 我们把这些数据再往上传给资讯部门 大数据部门 让他们去建立产能模型 让他建立品质模型的这些模型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做到 营运效率最佳化 让各位可以做到制存良率最佳化 那最后就可以建立一个高效能的智慧工厂 那我想今天我的简报就到这边结束 那这是我的联络资讯 我是Texo的共同创办人钱怀清 那欢迎各位加入我们 谢谢各位